這是頭上車站 以前的工場小朋友很喜愛 年輕人也是 我以日本時代車站前就設計一條大樓,一十通到菜市 因為歐洲港的海沒出汽 頭上車站前是南洋平原第一的車站 頭上車就是後來的頭車 日本人來後開始建設頭上車站前是現代的車站 包括突然道路做白水稿 跟水道水衛星系統 後來頭魚因為剛烤魚塞 所以有一點沒路 直到一九二峰年第一九年 頭魚車站起好路 照著那個時候補著的補著 這次是由台灣人跟日本人共同投資 因為蒂樓文書須到陶魚又換到回頭 前後國民眾政府來 所以終究陶魚車站該做陶送 連後該建作一座鋼金水泥的新車站 最近又放一扇酒會當上 後來離空一六年 那一天再度進行車站的改革 變成現在目前雖然是小車 但是很牛仔的車站 現在有地圖就知道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前整個山岸的土地圖 hug, forgotten 有 verm土地圖去港藍球 新車而ær 這麼快的土地圍似有光 我像是紅磚白世帶惡anno 來這裡的菜羹很重 用作 簡簡單單的紅棟房子 讓人感覺很容易清淨